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为要求调高时薪以及加班费 德国各地机场安全人员发起大罢工 不少机场几乎停摆 有数以万计的乘客行程受到影响 根据德国机场协会的统计指出 德国境内11座机场至少取消了1100个航班 在2月一开始 德国各地机场安全人员发起了大规模罢工 德国机场协会指出罢工发起当天 包括德国最繁忙的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在内 境内11座机场至少取消了1100个航班 影响超过20万名乘客 法兰克福机场营运商表示 罢工造成严重影响 也建议乘客不要前往机场 由德国服务业工会发起的这项罢工 诉求是为业内的2.5万名劳工 争取每小时薪资提高2.8欧元 增设奖金以及提高加班费 工会动员境内11座机场安全人员参与 工会成员表示 这场罢工参与度非常高 科隆机场罢工参与率还达到了百分之百 工会表示这是很好的开始 当局表示德国第二大机场慕尼黑机场 及纽伦堡机场的安全人员不会参与罢工行动 但全国的航班大受影响 班机仍有可能延误或取消 而联邦航空保安公司协会上会接受工会提议 劳资双方将继续协商 各界最近控诉社群媒体没有善尽保护青少年和儿童的职责 美国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最近邀及科技界高层出席科技巨拨与线上儿童性剥削危机听证会 职问科技高层主管 联署母公司META执行长组克博不得不在国会公开道歉 美国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最近邀及科技界高层出席听证会 聚焦科技巨拨和线上儿童性剥削危机 国会议员炮身隆隆直问一群科技高层 包括META执行长组克博在内 科技大公司正面临来势汹汹的政治怒潮 美国国会议员们不满这些公司没有足够措施 挡掉儿童所面临的网路危机 包括信波多和自杀 在一阵激烈的质问中 祖克博不得不从座位上站起来 向众多受害者家属道歉 出席听证会的还有社群平台X执行长亚克里诺 以及TikTok执行长周寿姿等人 META表示将封锁陌生人向青少年发送的讯息 并且加强限制脸书和IG对青少年发布的内容 浏览有关自杀、自残或饮食失调的贴文会更加困难 中央社综合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分布鲁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用 欧洲农民示威不断 近日他们齐聚比利时布鲁塞尔朝欧洲议会扔植鸡蛋石头 甚至在大楼附近放火 他们要求欧盟领袖协助改善税务以及成本飙升的问题 由于欧盟临时高峰会正在进行 现场气氛紧张 欧洲农民示威活动越演越烈 各国农民聚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朝着欧洲议会丢鸡蛋石头 在空地处升起火堆 表达对欧盟新农业政策的不满与愤怒 此时欧盟临时高峰会正在进行 农民希望欧盟领袖能采取更多行动解决农民问题 农民上街主要和欧盟实施新的农业环境法规有关 其中要求农民减少碳排 对农具和农药使用有更严格的规范 为了永续环境也要求农民保留4%的修根地 但燃料和原物料上涨 生产成本增加 政府却减少补贴让农民不堪负荷 同时他们也反对乌克兰农产享有关税豁免的特殊待遇 以及进口廉价农产品打乱欧洲市场 欧洲农民抗争持续进行 各国领袖集资对策 有些国家暂缓新措施并放宽法规 法国总理爱尔塔也向农民喊话 承诺改善生计 并从国家和欧盟层级加强保护农民 装社综合报道 泰国前进党主张修改俗称 冒犯君主罪的刑法第112条 遭检举有推翻君主立宪制的意图 泰国宪法法庭日前作出判决认定前进党提修法的作为 是有意图推翻君主立宪制 且不准再提出相关意见 对此前进党表示 判决将深远影响泰国的民主发展 社会也将失去利用民主国会制度 解决冲突的机会 目前泰国国会的最大党前进党 因主张修改俗称冒犯君主罪的刑法112条 碰触敏感的王室议题 遭检举违反宪法49条 无人可以行使权利或自由推翻君主立宪制的规定 尽管前党魁批他辩称 前进党无意推翻君主立宪制 提修法只是为了平息政治纷争 但宪法法庭在去年7月受理此案后 仍在日前作出判决 认定前进党修改刑法112条的提议 是意图推翻君主立宪制 禁止皮塔和前进党 再透过任何方式表达上述修法相关意见 前进党之所以会提修法 是因为泰国设有严厉的冒犯君主罪 任何人诽谤侮辱或威胁国王王后王储或摄政王 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 2020年学生运动曾提出改革王室口号 泰国政府事后就是引用这条法律 逮捕许多政治意义分子 主打改革理念的前进党这次提到铁板 也让他们忧心 这项判决将会深远影响泰国的民主发展 前进党主席蔡塔瓦认为 这将会影响国会议员和宪法法庭之间的权力平衡关系 以及影响民主和王室在泰国政治里的平衡 另一方面泰国社会也将失去利用民主国会制度 解决冲突的机会 判决将对泰国民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造成影响 皮塔尔认为泰国人失去了一个利用国会 在重要或敏感议题上寻求共识的机会 庄社综合报导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